大陸國台辦 國新辦今天共同發表了 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的白皮書 這個很長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重申台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事實和現況 內容則是強調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但是大陸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保留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選項 白皮書還指出 台灣自古屬於中國歷史經緯清晰 法理事實清楚 聯大第2758號決議 是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文件 國際事件充分地證實其法律效力 不容曲解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而是中國的一部分 地位不容改變 那中共就把解決台灣的問題 實現統一作為 做成歷史的任務 那現在比起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去實現它 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的目標也更接近了 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目標 但是民進黨當局的獨謀行進 導致了兩岸關係的緊張 危害了台海和平的穩定 破壞和平統一的前景 是爭取和平統一進行當中的必須清除的障礙 外部的勢力縱容鼓動台獨分裂勢力的姿勢挑釁 加劇兩岸對抗和台海形勢的緊張 破壞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即違逆和平促發展 謀共贏的時代潮流 也違背了國際社會期待和世界人民的意願 俠謀俠海的獨謀沒有退路 以台制華注定失敗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 充分考慮了台灣現實的狀況 那最具包容性的方案 這個是一個和平的方案 民主的方案 善意的方案 共贏的方案 兩岸的制度不同 不是統一的障礙 更不是分裂的藉口 絕對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 留下任何的空間 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針對的是外部勢力的干涉 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的活動 絕非針對台灣的同胞 而和平非和平方式 是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做出最後的選擇 按照一國兩制 實現兩岸和平的統一 將給中國發展進步和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奠定新的基礎 將給台灣經濟社會發展巨大的機遇 將給廣大的台灣同胞 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針對大陸發表這個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的事業白皮書呢 前立委郭正亮就認為了 這就表示中共武統不是這麼的迫切 在二十大之後呢 大陸還是會選擇比較軟的手法來對付台灣 還要連動到二十大 二十大他會有一個黨的那個文件 也是有關台灣問題的總策略 那這個確實就是那個邏輯啦 就是還是不排除對等協商嘛 協商統一嘛 那就表示武統還不是這麼迫切啦 胡錦濤就講過了 習近平當然也是這樣啦 就是軟的越軟硬的更硬啦 那你看到那個軍演弄到那個規模就是硬的更硬嘛 可是他還是會有軟的部分 所以我估計二十大之後 還是會對台灣有一些軟的手法 還是有啦 不過我會覺得說到二十大完成之前 應該這些東西還是就是說前一陣子是黑臉啦 那必須要有人當白臉 意思就是說你都是都是硬的時候呢 那這個軟的這邊誰來收割呢 然後這邊如果軟的太強的時候呢 那你跟對手在談判的時候 大概就沒有討價還價 從上一次習武條到現在 習近平對台灣是小心翼翼的啦 基本上你看重大的那個時機的時候 他基本上不提台灣的 免得當被民進黨當作提款機啦 大陸持續針對台海周邊進行軍演 也解放了一些空中的最新畫面 對於台灣的暗示 似乎長時間的封鎖是沒有問題的 解放軍持續在東部戰區出動預警機 油量足夠能針對目標長時間封空 曝光的最新影片中也被大陸網友發現 但澎湖台灣東部港口都在其中 再次印證共軍實戰模擬範圍緊緊圍繞台灣 這次行動我們突出超市巨空戰 確保做到先敵發現 先敵攻擊 解放軍海軍也出動驅护艦 海空一體聯合作戰演訓 據陸方掌握消息指出美國雷根號航母打擊群 已掉頭朝東北方向行駛了約200海里 美方也證實未來幾週美軍將穿越台灣海峽 裴洛西訪台導致共軍大動作鎖台軍演 部署的南韓美軍U2偵察機 5號也曾飛往台海 駐韓美軍接下來的動態備受關注 美國智庫台海兵推 指出若台海爆發衝突 美軍舉兵介入 美國四周內損失900多架戰鬥機 約佔海軍和空軍一半的庫存 加上共軍擁有遠程導彈 水面艦艇很難倖存 當中還不估算經濟損失 台海持續緊張 美方若要與大陸硬著來付出的代價極大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再關心 大陸解放軍東部戰區剛剛宣布了 近期在台灣周邊的海空域 組織租軍兵種部隊系列聯合軍事行動 完成了部分的各項任務 有效檢驗部隊一體化聯合作戰的能力 戰區部隊將緊盯台灣的海事狀況 持續的展開練兵的裝備 常態的組織台海的方向來做一個準備 那堅決的目前來做一個完整性 那對於過於其他部分來說 還有持續的內容跟動作呢 我們來看接下來的新聞內容 解放軍東部戰區再發芯片 這部名為長空力艦 意在提升海空作戰能力的演訓 出動預警機 尖擊機 加油機 干擾機等 大陸解放軍不停歇對台秀肌肉 這次行動我們突出超視距空戰 軸力檢驗 複雜電磁環境下 態勢感知 戰術決策和戰法運用 疑似俯視澎湖以及台灣東部港口 端端數秒的影片大陸網友全炸鍋 但照片尚未被證實 而日前在網上瘋傳 大陸解放軍手拿望遠鏡 鏡頭瞄準台灣的藍洋艦照片 也在9號被我國查核中心指出 因為專家分析明顯合成痕跡 是錯誤訊息 某新型加油機根據作戰支援需求 在預定空域建立加油陣位 做好送油準備 東部戰區對台軍演動作頻頻 才剛釋出空海演訓片 不到兩個小時又亮相 運油20加油機在空中加油的畫面 以第一視角為出發點 軍演似乎真的可能常態化 背棄一個中國原則 就是掀起台海驚濤駭浪的罪魁禍首 王文斌直指美國 是掀起台海驚濤駭浪的罪魁禍首 佩洛西高調訪台後 北京對台軍演接二連三 而他在9號接受訪問時 認為北京的反應 像個背下壞的惡霸 並表示自己訪台絕對值得 美國經濟學家紐曼表示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甚至是中美開戰 那麼對世界經濟和全球市場造成的傷害 恐怕是二戰以來最為嚴重 根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研究 一旦中美開戰 將對美國經濟造成5%的巨額損失 會是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大衰退 大陸傷害更大 GDP將蒸發25% 至於經濟規模僅6700億美元的台灣 可能蒙受最大的經濟損失 恐怕面臨類似烏克蘭的災難性損失 今年的GDP萎縮將近一半 記者綜合報導 大陸解放軍空軍發言人 申進科就宣布了 下一代的空中加油機運游20 已經開始參與備戰的訓練 該加油機的大運量 可以提望有聲提升 其他的戰鬥機的作戰能力 那申進科也說 運游20也能擔任運輸的任務 貨汤有足夠的空間進行空運的任務 那中共空軍前一代的加油機 是由轟6轟炸機所做成的 那目前加油的系統 可以同時為兩架飛機加油 而轟6的機體本來就不大 因此改裝成加油機 還是有除油量與航程不夠的問題 那運20是大陸新一代的戰略運輸機 最大的載能量能到達66噸 因此有相當足夠的空間 來做一個運用 如果您有在煮飯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過這款 海皇XO干貝醬的朋友 您一定會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會多讓人回味無窮 現在購買記得快點GO 輸入我的折扣碼 CTI-71G 就可以買到非常優惠的價格了